调音量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对吧 那你还能出个视频 那完全是因为我发现它其实也是可以优化的 看完本期视频 你不仅可以更方便的去调节音量 还可以获得更漂亮的UI 那我们传统的方法 一般就是点开右下角的音量 然后配合鼠标滚轮来调节 再或者是用键盘上的FN键来调节 其实还有更加快捷的方法 只要安装这个Volume 2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后 只需要把鼠标移动到任务栏上的任意一个地方 然后滚动鼠标滚轮 就可以直接调节音量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还可以设置成鼠标摩擦屏幕边缘来调节音量 不过我不推荐你这么做 因为这个摩擦边缘很容易无处 万一你在看某些电影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音量调到了最大 然后话说回来 Volume 2这个软件 它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我们双击它的托盘图标就能打开设置 只先看一下屏幕菜单 在这儿可以修改它的样式 自带了很多不错的主题 也可以修改显示的位置 在鼠标这儿可以修改调节音量的方式 如果你觉得把鼠标移动到任务栏 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的话 还可以设置成标题栏 这样只要鼠标在窗口的这个位置 就能通过滚轮来调节音量了 再或者你也可以打开这个选项 搭配某个按键 当你想调节音量的时候 只要按住这个按键 再搭配鼠标滚轮 就能在任意位置调节音量了 这是我觉得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之前提到过的屏幕边缘调节音量 默认是关闭的 有需要的可以去这里开启 不过我强烈建议把这里的控制方式 由移动改为滚动 这样就不容易误触了 除此之外的快捷键 还有这个软件 其他的一些设置 我就不讲了 感兴趣的可以自行去摸索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音量合成器呢 特别是在上网课的时候 用来控制某些软件的音量 真的很不错 不过系统原生打开音量合成器的方式 比较麻烦 所以给各位隆重推荐 AATROMP 安装之后 点击音量图标 就能直接调整各个软件的音量了 点这里的图标就能禁音 另外当你把鼠标放在音量图标上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用滚轮来调节音量 这个功能是系统原生所不支持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打开这个软件后 记得把原来的音量图标藏起来 这个软件目前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就是它的动画不够流畅 不过这个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 因为在Win11上动画还是挺流畅的 那说到Win11这个软件也能用 但是Win11里的系统音量图标是没法隐藏的 所以看起来会有那么一点怪怪的 如果你用过键盘上的FN键去调节音量的话 就一定在左上角看到过这样的音量条 这个其实是Win8时代的产物了 直到Win11它的样式可以说是基本没变过 在Win11里 它的风格就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为了让它更好看一点 我们就需要用到Modern Flyouts 安装之后它就会从这样变成这样 是不是好看了很多 而且整体风格也跟Win11更搭配了 那这个软件可以设置的地方也挺多的 比如你可以更改它的颜色 也可以把这个顶栏隐藏起来 还可以调整它出现的位置 除了显示音量调节外 当你播放音频的时候 它会有显示 调节亮度的时候会有显示 大小鞋锁定的时候也会有显示 总之就是好看又好用 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当年花了90多买的一个外设 看它的产品描述 就知道这是一个用来辅助剪辑的工具 我当时就想 买了它之后 我的剪辑效率一定能大大提升 也能更快的更新视频了 但是 后来我发现它并不好用 不过这个玩意儿并没有吃灰 因为我发现用它来调节音量 真的很不错 就90多买它来调音量 属实有点心疼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关注 你也可以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